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来到华山论世节目 等我跟大家见面 又和梁华兰昌兄一起做节目 观众经常等着你回来 是啊 现在国际风云变幻 我又是等着什么时候宣布俄乌战事停战 停战就没那么快 大家说如意坐上谈判着 开始谈判 还要谈很久 我觉得WB是这样 首先我觉得在去年2月24日开战 到现在年半左右 在我自己的看法里面 就觉得在一年起 两年止 如无意外 大家不注意和谈 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不是很想打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析 说一说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 会停止 老实说 一个不想打 但他是大胜的 你又说我要打 我要打 在街头那些 你起床又被人扑两脱 你又说要打 又打你多两脱 那个人都另面走 你看看 始终打不下去 我觉得俄罗斯可能已经达到相当一定的目的 战略目的 第一就是反对乌克兰入北洋 现在刚刚开完北洋会 说明别人都不收 一收就大家一起去战场 所以一定不收 第二 他说要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去乌克兰 实际上他已经相当地达到目的 他保住了克里米亚的整个供给市 占领了乌东四个州 对乌克兰的整个战略目的 基本上达到了 有一件事很好笑的 最近大家听到 美国供给乌克兰的集粹弹 给乌克兰的 俄国说明 如果你用 我就打你 现在看出来 第一说明 现在这一次乌克兰反攻的战场 战果根本没有 应该说反攻根本拿不到什么 所以美国又要加码 加码 加码 其实加码 不是找一些正东西给你 而是挖仓底的东西给你 因为没有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 如果你看这一次 俄国就进入了战时状态 有很多不少的工厂 已经全力什么都不做 只是生产 例如码车 他们就不再做车 全部都做码车 但是美国呢 就叫那些炸弹厂 为你做多些炸弹 没有人肯投资再做多些炸弹 那为什么呢 那些命令很小 就是你这么少命令 你是不是签一张五年的合约给我 不是啊 我现在要这么多 过几年我怎么知道还打不打 那就不行了 那你跟着我们照牌吧 那你这样来看的时候 欧洲又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 美国也不肯做这样的事情 周围叫人来帮忙 就是南韩都要帮忙 那你如果在这样的情人之下 那你说还打多一年到半年两年 是不是你都要停火呢 其实就是拜登 被乌克兰集束弹 是一个好错好错的败爵 因为乌克兰集束弹是全世界都反对的 非人道 你现在在柬埔寨还有很多乌克兰集束弹 有时候有些农民去奸地炸弹自己 那你如果拜登 你如果是给他 你不如给海马斯 给多些那些吧 海马斯那些有 但问题就是你那些炮弹没有 其实你一枝炮去的时候 一枝炮可以一日打500个炮弹 那炮弹是消耗物来的 你哪里有那么多炮弹 所以我可能也是五角大楼的人 不如清仓吧 是清仓吧 是清仓 老实说 那一年起两年子的停战 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 有一件事发生了 俄罗斯宣布退出了黑海谷物协议 然后这个应该是回应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就受攻击的 第二次被炸弹 你炸弹它 炸弹不倒的 炸弹不倒的 炸弹不倒就補回它 如果就是满下手 就叫中国帮下手 建桥世界专家 不需要你都可以建立 那这个问题 它这个就是经济战 它一封封了 去年大概一年 就是根据这个北海谷物协议 就是这个烏克兰 就是运送三千二百万吨的谷物 它每个月就收大概五亿元 好了 你封了你 你有没有货船再肯去载 那你就就是没了钱 你这里没了五亿元的收入 那只靠新手牌 是 新手牌伸到哪里呢 你看看很现实 全世界都伸完 伸到扎林斯基 在北约开会的时候 就说 你这些人不支持我 搞到英国佬出来说 喂 你以为我是亚马逊 你下命令我送货 这句呢 其实说到全都明白了 那现在呢 唯一一个加入来跳进来 就是南韩 南韩就说一亿五千万 就是本来答应了一亿都没给的 美元 那现在就给多五千万美元 但是就买一下 就是这些 头盔啊其他方面的东西 人道的换助 你看到呢 美国叫这些伙计 喂 你捐些吧 你捐些吧 捐到都差不多五千万 五千万美元 不是少钱 但是你扔下去这个 烏克兰呢 就是丹沙田海 是的 就是你 起码你相对于它五亿 就是运工物那里 那里 是啊 那你慢慢摸一摸 那时候也都最重要一样 你看回现在的战场上 是发生着什么事 如果你看到战场 就说 现在这个俄国 已经在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乌克兰占了的地方 和在有一些地方 就是总之呢 接养这个乌克兰 和它占领的地方 是六百多公里 就是起了防御公司 那些防御公司不是小事的 是基本上你供不入的 你供入呢 你可能要死很多人 你很多坦克车被人炸了去 那你摆到这样的时候 已经摆明是我的手势 那就是换句话说 要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乌克兰功不下之余 你始终一侄就中叛亲你 不是哪个中叛亲你 而是你那班士兵不想死了 不想死就打完 这次乌克兰的反攻 他就是要过俄罗斯的六百公里的防线 这个六百公里的防线 它有很大的宽度 宽度也是十几公里 即是地雷阵 有龙牙 有蠔溝 反塔蠔溝 你想想想 第一样东西要攻过去 第一样东西就是地雷阵 有个说法 就是乌克兰那些 一辆车过去就不可以了 要找一些素雷车 一素雷车出现平原 一看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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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了 找人 找人站在那里被人打中 唯有怎样呢 就找一些素雷兵 躺在那里爬 復福前进 看看有没有 又爬 你说一天走多少尺路 好了 这个地雷阵 接着有大坑 大坑就是你等你那个坦克车去不到 闊到整辆车跌了下去 那你去不到 那你要填 那你填的时候 由你一坦克车去到的时候 又炸你了 跟着上了来 搞得到了 又是地雷阵 就是它有几个地雷阵 然后呢 龙牙 你过了之后龙牙 意思就是一块块块石头 你硬上去 一升高了 坦克车 底下 就随时被人打中 那你又没有得去 去完之后 又再有些 储兵的坑道 又有炮的 那你告诉我 你怎样打呢 所以 以前 朝鲜的三八线 就是山山的地形 所以要做防御工程 都比较容易 它这里是大平原 大平原 所以你要搞很难 所以 看出 就好像周生才有判断 俄罗斯 就是要整一条 很坚固的防御工程 这条线 又可能就是 将来乌东 和乌克兰的一条三八线 将来就是一条 停火线 都放在那里 所以就不想再打 打到什么时候 就迫到你 扎林斯基 不打 大家不要觉得 乌克兰一定会永远打下去 扎林斯基 可能想打下去 但记住一件事 2024年 就是乌克兰 就是大选 问题就是 你在报章上 尤其是西方报章上 你看不到 任何一段 是说 乌克兰的人 有没有厌战 军队肯定开始厌战 因为我去到就死 或者受伤 那我打不打呢 我死两次 死三次都不死 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线无战事 那些军队是完全不想打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家记得的时候 有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是俄国 打打一下 那些军人不想打 起床就说不打了 最后就变成了革命 十年招命 对了 沙皇 对了第二 再再迟些的时候 法国和德国 去到最后 德国的军队 都不想再打 就是这样 又冲上去 又被人数一轮 你幸好今次不死 明天又不死 后天又不死 那你跟着第五日 再要必趋你去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 还想不想去 如果从军事角度来说 可能炸连司机 再等一等F-16例 如果F-16例 可以改变一下 进攻的态势 但实际上 其实没有了 其实没有可能 神仙炸弹 一出便是 很冷所向飞 很冷掃 没有这样的东西 你有飞机 别人又射下你的飞机 问题是你有多少架飞机 所以你现在看到 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其实是相当于稳健 有一个数字就是 今年中俄的贸易 比去年增加50% 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含义 第一方面 他说明俄罗斯需要 要买东西 他有水 而且他国家大 他有几十万人 他不攻你 他在守住你 老实说 你的攻者 应该是三比一的优势 反过来 一比三 现在还能建设所有的防御公司 你告诉我 你乌克兰如何打 老实说 我看一年之内 或者一至两年 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 不再是拜登的话 即是 即是 Donald Trump 都差不多说得到不明白 他不是说他一定不会 他就说 我会有个犯法 令大家快点停战 老实说 大家明白 我不支持你 我不给钱你 你怎样出钱 你军人都要给钱 我不给你军器 你还要什么 射手指吗 没有子弹 另外 普京 已经确定 在不久的将来 立刻又要访问中国 中国 帮俄罗斯的贸易增加8.50 实际上 你日常的所有东西 都靠中国支持 是的 所以我开始说 如果我们看华山 润世 在世界大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得到 现在打了 又攻击那条桥 老实说炸了一条桥 两下手势 过两个月 三个月 又弄回桥 桥 桥是炸不烂的 你炸了桥身 那便弄回好 所以我们看 应该有一个 乐观点的看法 就是一至两年之内 这场战争 就好像韩国那样 又是分为两边 那便不打了 到时是怎样 那你进入到北约 那现在这次北约都说明 不收你了 那跟着你都没有了 所以记住 今天我们看回俄乌 看下来 其实这次我去欧洲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人拍过 没人提及这个 这个乌克兰战争 大家都 有点烦事 不要提 其实始终 乌克兰和俄罗斯 都是同一个民族 你自己打死 打死你自己的钱 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OK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